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我是麥全道 欢迎大家回来每个星期一次的主日学科堂 这个星期是感恩节 在这里我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希望在年底这个感恩的时节里 无论你能不能够和家人相聚也好 无论你能不能够见到你想见的朋友也好 又或者能不能够吃到你感恩节想吃的美食也好 希望你心里面都为上帝给你一切的恩赐献上感谢 都为上帝的拯救 为自己的平安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去回望数算恩典的同时 我们都展望将来 在未来的一年里面 我们自己的人生有些什麽可以进步 我们有些什麽可以去改善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让我们安静下来去思想一下 求上帝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开始今天主要学课堂之前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主多谢你的恩典 你在过去的日子保守我们有平安 纵使我们人生当中仍然会经历风浪患难 纵使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能够如我们的意愿所发生 但是上帝你的恩典仍然与我们同在 你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 求你就帮助我们有信服的心去明白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而献上感谢 天父求你带领我们 特别在这个感恩的时节里面 我们所算上帝你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你保守着我们有平安 从使我们的学习方式不同了 从使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同了 我们的生活习惯都可能已经改变 但是我们在这个患难的岁月里面 我们仍然能够倚靠主你 这个就已经是莫大的恩赐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去仰望你 倚靠你 我们恭敬地将未来的一年 交在上帝你的手里面 求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有反省的心思 让你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愿意的被上帝你的改变 被上帝你的说话激励 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振作起来 主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了 打开圣经 我们回到我们历代之下 今天我们会看第20至21章 我们会一起去继续去看这个约沙法王 一个在历代之下塑造成为一个美善的君王 从他统治的最后阶段里面 让我们带来一些的 如何的啟发和反省 我们一起读 历代之下第20章31节 约沙法做友大王 登基的时候35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 他母亲名叫阿苏巴 乃是利希的女儿 约沙法效法他扶阿撒所行的 不偏左右 幸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时 只是休坛还没有废墟 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上帝 约沙法其余的事 至此至终 都写在哈拿尼的儿子耶胡的书上 也再入以色列诸王记上 好 我们读到这里先 这里讲到约沙法生平最后的阶段 总结他 他做皇帝登基的时候 35岁做了25年皇帝 在第32节更加讲到 他是效法他父亲阿撒所行的 不偏左右 做些什么呢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时 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非常大的赞赏 有哪个人 可以真的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时 但是呢 约沙法做皇帝 统治犹大国的这段时间 他就是得到一个这样的评价 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 只不过 邱坛还没有废墟 那些拜偶像的祭坛 他没有完全清理 他打碎了很多的木偶石像 他们拜的偶像 他全部打碎了 但是呢 他没有完全废掉邱坛 另外一番的话 就是说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 归向他们列祖的上帝 这个呢 可以说是约沙法整个管治的时期里面 得着所有的称赞 但是一件事 就是他没有将这个邱坛废去 没有将这个拜偶像的祭坛废掉 也没有办法令到百姓 立定心意归向上帝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说是约沙法他做皇帝的遗憾 那我们又继续看下去了 第35节 此后 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阿哈姐交好 阿哈姐行恶太甚 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师去 谁在以殉加别造船 那时 玛丽沙人多大雅的儿子 以利尔者向约沙法寓言说 因你与阿哈姐交好 也会说必破坏你所造的 后来 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师去了 约沙法与他列祖同岁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若难接触他做皇 在历代字下20章 关于约沙法的最后事件 竟然 记载着一段他失败的经过 这件事就说到 由于尤大王约沙法 他和一个离开了上帝的以色列王阿哈姐交好 圣经里甚至说到阿哈姐行恶太甚 两位皇帝合伙要做一艘船 去他师那里去营商 希望能够赚钱 和这个以色列王可以说再次结盟 但是 那时就有个人 以利尔姐这个马利沙人以利尔姐 就和约沙法说了个预言 他说 因为你和阿哈姐交好 即是再次提醒他 你又再和那些远离上帝行恶的人去交涉 去和他们去结盟的话 上帝必定不会祝福 所以最后上帝就破坏了那只船 不能够再去他师了 而这句说话 就是约沙法王他所有的封公伟迹之后 纪录里面的最后一句说话 接着就是二十一章 讲到约沙法离世 他的儿子若兰接触他做皇帝 在犹大王约沙法统治的后期 其实他出现了两个非常失败的政策 第一 他仍然允许休坛的存在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过 向偶像敬拜的地方 献祭的那些祭坛 他是没办法完全地把它除去 即使约沙法曾经改变教育和司法制度 希望人民百姓可以重新 在信仰上回归到上帝的正度里面 但他始终没有将这个 拜偶像的文化彻底根治 这个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生命上 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不能够彻底的 将那些潜累住我们的罪 将那些的私探引诱 完全地带离开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很容易就会再次堕落 再次跌倒 甚至乎犯罪得罪上帝 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怎样可以和这些恶事斩草除根 怎样在上帝真理的道上 我们谦卑自己 扣上帝怜悯帮助我们 还是我们俗容自己 在罪恶的事情上浮浮沉沉呢 另一方面 约沙法他和阿哈姐 他用一个商业结盟的方式 之前他和以色列王的结盟 就是在军事上 势力上的结盟 今次他好像要换了一个方式 就是在商业上的结盟 但如果我们记得 他当时是因为和阿哈 在军事上的结盟 受到先知耶护的一个的谴责 为此还受到上帝的惩罚 他完全没有想起这件事 他没有想到这样的行动 这样和一些敌党上帝的恶人 一起去结盟 去同流合污的时候 其实是上帝所不起约 纵使他们只不过在生意上 努力地去赚钱 去希望令国家得到更多的财富 但是上帝也不起约 因为和恶人有这么多的紧密财 接触 你很容易我们所谓的近诸者赤 近墨者赤 我们很容易就会离开了上帝 所以上帝亲自介入这件事 破坏了那一只 他们希望打造去他师的那只船 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背离上帝的人 失去了上帝的祝福 连造一只船都做不到 这也是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在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 在我们的世上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工作里面 甚至乎教会的关系上面 我们怎样可以去做好我们的本分 我们怎样相信上帝定必公认我们的需要 而不是需要想到怎样的方法 令到我们自己强大起来 甚至乎建立更完美的体制 去延续我们的能力和势力呢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们更加要着紧的 就是我们怎样才可以维持 和上帝的关系 先以上帝为我们的主 为我们的上帝 而这样才会得到祂的祝福 随着约沙法的过去 犹大国的王朝又会怎样去发展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历代之下第21章 若兰接触他父亲约沙法做皇帝 可惜的是 约沙法和他后来的继承者 都偏离上帝都拜偶像 以至后来犹大国家无灵日 甚至乎有很多叛戀的事情发生 我们一起看历代之下第21章 第一节 约沙法与他列祖同岁 藏在大卫成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沙法接触他做皇 约沙法有几个兄弟 就是约沙法的儿子阿撒利亚 耶杰 撒加利亚 阿撒利亚 维加勒 是法提雅 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 财宝和由大地的坚固城似给他们 但将国似给若兰 因为他是长子 若兰兴起座他父的位 奋勇自强 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若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皇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阿哈家一样 因他取了阿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汉为恶的事 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 不肯灭大卫的家 照他所应许的永远似灯光于大卫和他的子孙 我们先读到这里 第二十一章就开始讲到约沙发的儿子 约兰 约兰是一个什么人呢 约兰有几个兄弟 都是约沙发的儿子 讲到先皇约沙发将很多金银财宝和坚固城给他的儿子 但是将这个国家赐给约兰 因为他是长子 但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方 他们的皇位继承不一定是传给长子 所以可以说是所有皇帝的儿子 都是有机会承计他父亲的皇位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当约兰得到他父亲约沙发给他皇位之后 其实他做了一件非常之恐怖残酷的事情 就是他知道他的兄弟其实都有机会坐皇位 所以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帝兄 以及以色列的几个首领 就是说将那些逆他义的人 或者那些对他有威胁的人全部铲除 他用一个残酷的手段 是希望能够将这些可能威胁到他的皇位 威胁到他的政权的人物 或者声音消灭于萌芽之时 这个高压的手段是令到其他人不敢再出声 也可以让我们看见 当人用这个方法的话 他不可能是一个在上帝眼中看为静的皇帝 这样的体制更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 的而且确在圣经里面 第六节讲到他行业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而这个是和他父亲约沙发因为与阿哈结盟 就将他和阿哈的女儿结定分盟 这个事情都非常有关系 因为与一个敌对上帝的势力成为了亲家 那你想想 可想言之这个关系有多密切 而这个关系 只会将他带去一个更加堕落的景地 但去到第七节 上帝是恩着自己与大卫所立的药 不肯灭大卫家 不肯将这个犹大支派 这个犹大国完全的铲除 是要照他应许过的 去保守和光照大卫和他的子孙 那若兰的故事又如何发展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第八节 若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自己立王 若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 夜间起来 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 这样 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权下 直到今日 那时 立拿人也背叛了 因为若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上帝 他犹在犹大珠山建筑丘坛 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誘惑犹人 先知以利亚达信于若兰说 耶和华你祖大卫的上帝如此说 因为你不行你扶约沙法和犹大王阿撒的道 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像阿哈加一样 又杀了你父家给你好的诸兄弟 故此耶和华刚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 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 你的长子必患病 日加沉重 以至你的长子聚落下来 我们读到这里 在若兰造王的期间 因为他离弃耶和华 他列祖的上帝 所以上帝的祝福真的完全离开这个地方 虽然仍然保留着犹大国 但是那些从前归航于他的耳东人 纳纳人都一一去背叛这个若兰 背叛犹大国 可以说当时的政权正在瓦解当中 在《旧约圣经》众多的故事里面 我们会知道一件事 就是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 当一个国家的元首 他偏行己路 离开了上帝 甚至乎行恶 最大恶极的时候 上帝的祝福就会远离那些人 远离那些领袖 以至整个犹大国可以说 在当时是真是进入瓦解当中 而其实种种的事情 也都提醒着若兰 究竟他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景地 告诉他 因为你偏离了上帝的道 你没有像你父亲 像你爷爷那样 去行上帝眼中捍为正的事 而是残杀了你的兄弟 那些给你好的兄弟 那些领袖 你完全是不愿意去听他们的意见 不愿意去接受他们的存在 其实这个已经是行上帝眼中 一个很大的一个恶事了 再加上他跟随堕落的以色列国 使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去拜偶像 好像阿哈加一样 离开了上帝 所以上帝有大的灾祸 降于他和他的百姓当中 甚至乎他的妻子儿女 是并一切所有的 这个是先知 以利亚对他一个很大的提醒 写了封信告诉他 甚至乎这个禾 要在他自己身上发出来 他说你的腸要患病 要日加沉重 直到腸跌下来 这个是什么的腸病 其实我们不知道 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 特别去解释到 但是这些的预言 的而且确是仍然了下来 我继续看下去了 第16节 以后耶和华激动菲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阿拉伯人来攻击若兰 他们上来攻击有大 侵入境内 劳略了皇宫内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 除了他小儿子若哈斯之外 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使若兰的腸子患不能医治的病 他患此病前面日久 过了二年 腸子聚落下来病重而死 他的文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 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 若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去世无人师母 终人葬他在大卫城 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 故事的结局 就正如先知所预告的一样 因为他偏离了上帝的路 他甚至让有大国堕落的缘故 上帝的灾祸要临到他了 于是就兴起了菲利士人 和靠近古实的阿拉伯人 来攻击当时的犹太国 攻击若兰 入他的境内 抢了所有的财物 他的太太 他的儿女 但是除了他的小儿子若哈斯之外 就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这个也是回顾我们刚才看过 上帝对大卫家的应许 就是存留着一些灯光 就是存留着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后代 所以就保留了若哈斯 而若兰的故事发展 就正如以利亚所说的一个预告 他的腸患了一个不能够医治的病 这个病过了两年之后 他的腸掉下来 他就病重而死了 后来的人民 其实对这个若兰完全没有好感 就不会像以前他们去纪念 他们列祖先王一样 会焚烧一些东西去纪念他 但是当时若兰登基32岁 做王做了8年 他去世之后 无人思慕 无人想他 葬在大卫的城 只不过 就不是葬在列王的坟墓里 基本上可以说 是完全不当他是皇帝 当他是一个 不需要被纪念的一个时代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和懲罰 在圣经里面 可以在若兰身上 可以说是没有一句好的说话 列代之下第21章 关于若兰的生平 可以说 给到我们一些信仰生命的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严肃的教训 第一方面就是在信仰上面 我们的信仰不是遗传的 约沙法他虽然虽然虽然用善政去统治犹大国 他倡导宗教改革 但是他的儿子和他截然不同 这一个的若兰 没有行他父亲所行的道 没有约沙法的信仰 也都反而受到他外父阿哈的影响 他随从那些拜偶像的方式 甚至乎更加兴起休坛 容许他的人民百姓去拜偶像 可以让我们看见 即使人是身处在一个信仰虔诚的家庭里面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但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教导 或者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灵 他们都会走错路 都会走向一个极端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 在那么多个儿子之中 甚至乎圣经讲到其他的儿子 比这个若兰更好 为什么约沙法又会将皇位 传承给一个这样的若兰呢 究竟他们的家庭关系是怎样呢 很明显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的家庭里面 在约沙法家庭里面 他的信仰上面 他就没有传承给他的儿子了 另一方面 是上帝的体述 若兰是代表了圣经里面 一个恶人的本质 可以说 去做尽一切的恶事 远离上帝使人堕落 但是 在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的就是 上帝不变的爱 他对犹大国 对大卫家的承诺 那个应许 他永远是持守 若兰拜偶像 而且杀人 甚至乎 当时的友大人 都一起腐败堕落 可以说 是做尽上帝 所不起悦见到的事情 他们是罪有应得的 但是 纵使他们极度邪恶 罪孽深重 但是 上帝仍然坚守着 他对大卫家的应许 保存着 他的儿子 约下事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见 上帝那份的恩慈 远胜于他的公义 上帝他纪念他自己的应许 他也按照他的应许 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纵使人 是需要受罚 需要受到懲罚 但是上帝仍然渴望 由大国能够回心转移 在我们的信仰生命 也是一样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都会有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 偏离正道的时候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懸崖勒马 重新的回转改变过来 以至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祝福 能够临到我们 当我们每次去祷告 去祈求 去寻求上帝的时候 容养上帝的旨意 成为我们自己 心思意念的决定 以至我们不会偏行己路 以至我们能够得到 他的应许 得到上帝的祝福 约沙法犯的错误 其实影响了他 去儿子若兰的一生 若兰虽然有一个敬虔的父亲 但他自己反而堕落了 今天 我们又如何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在我们的生命行为上面 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上面 去行在上帝的真度之中 使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儿孙 或者是教会当中的幼小 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全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我们要祝紧上帝的说话 求祂的怜悯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在若兰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人性的堕落 我们看到人性的圆弱 我们看到当人偏行己路的时候 没有信仰的时候 可以如何犯错 如何作恶得罪你 天父求祢就帮助我们 藉着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提醒 叫我们常常在主你的说话当中努力 我们将你的说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你 我们将你的说话 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旨意 成为我们每一日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 天父求祢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 更加努力 去将这个价值观 将这个信仰去教导 去牧养我们的下一代 天父求祢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的人生 以至我们自己能先成为上帝祢祝福的子民 以至我们的后代 体见上帝祢的作为 得蒙上帝祢的喜悦 主要在感恩的时节里面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因为祢没有按照祢的公义去判断降伏于我们 祢仍然存留着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 让祢重新振作去跟从祢 上帝就求祢 藉着祢的说话再次提醒我们 努力我们的人生 我们在上帝祢的里面 我们去尋求倚靠 尋求赦免 主多谢祢 听我们的祈祷奉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